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这一篇是从我很喜欢的一个podcaster 他叫做Joe Rogan 他在Instagram上面的一个帖 那我看到之后读了一下他下面的描述 我就觉得这个我要做 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 那他的容貌怎么会差这么多 是因为老很多吗 经过很多年吗 没有 这两张照片的相隔时间 仅有四年而已 而这四年发生什么事 战争 所以他的名字很长 我念不太出来 Evgeny Stepanovich Kobytev 我们就叫他Kobytev先生好了 所以这个Kobytev先生 他标题说的是 A soldier's face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四年的战争 他的一个这个阿兵哥的脸 变得这么多 你看到眼睛的这个锐利度差很多 OK 这边是一个自信 OK 仿佛里面有灵魂的脸 这个仿佛是空洞的一个stare 等一下他对这个词还有 就是对他这个眼神 还有一个特别的描述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其实光看他这个 苍老的这种状态 我就觉得差很多 事实上这个老化的程度 我觉得不输欧巴马总统 当了八年的总统 那我们如果去做一下比较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欧巴马在这八年的任期里面 真的老了非常多 他在刚当选的时候 看起来蛮年轻的 八年之后整个老下去 好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值得说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 所以这两个照片就放着 side by side side by side就是 两个放在一起做比较 alright 那这个museum的caption 所以caption这个字 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所谓的那个 一个图说的概念 caption so photo caption 就是这张照片 这个我们中文叫图说 解释 那caption这个字 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像 你知道那个YouTube的影片 你可能会想 我来点开字幕来看 那个字幕有时候 你会看到它写的是CC两个字 这个CC 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closed caption 中文就翻译成字幕 或许吧 我不确定 有没有其他的翻译词 但总之它是 它不是一个 你能够自己随意加进去的 所以我大概 我会以为 这就是为什么 它叫做closed caption alright 所以caption 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那个字幕的概念 那字幕还另外 是subtitle subtitle 我会觉得不同点在于 subtitle是真的字幕 那caption 如果是closed caption的话 常常会有一些 像例如说 环境音 鸟叫的声音 或者是汽车开过的声音 它会有个夸号 然后把它写进去 我觉得这在closed caption里面会看得到 在subtitle里面就不见得有 这是我一个个人的理解 或许有错也不一定 有时候我只是在这里 胡乱讲一些事情 我的credibility是有限的 英文部分 大概还过得去 扯到这里 也会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讲的一些东西 经过的时间 我可能会发现到一些 在clarity上 我先前讲的不够好 后来会再补充 或者甚至我可能有讲错 我会去 我会回头去把它修改一下下 那有的来不及改 或者说整篇影片 实在是很难去重录的时候 我可能就在日后再补充 像我前一阵子讲过一个概念 叫做ciss gender 后来我才知道 我讲ciss gender的时候 多讲 讲的有点超过 那时候讲的是说 我生下来是男生的器官 然后我正好也认为自己是男生 那我还多讲了一个 我正好又是异性恋喜欢女生的时候 这样叫ciss gender 后来才知道 这个说的有点过头了 ciss gender就只有 刚说的生下来身体是男生 跟我自己心里觉得我是男生 这样子而已 我是异性恋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更有趣的变化 就是除了ciss之外 加一个het在后面 这个het就是heterosexual 这个部分才是异性恋 所以这个怎么念 这叫做ciss hat ciss hat 所以我如果要强调 刚讲的那三个面向 生理上 心里面对自己的感觉 identity是什么 以及你的sexual orientation 你喜欢什么样的性别 这三个合在一起 都是男生 我们传统定义下的男生的时候 我们才叫ciss hat 如果只讲ciss gender 那就只有身体 跟心里面觉得是男生而已 所以如果我身体是男生 心里也觉得自己是男生 可是我喜欢的是同性的话 我还是ciss gender没有错 OK 我还是ciss gender 那你说那什么样不是ciss gender 那就是我生下来是男生的身体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 住了一个女生 那我就不是ciss gender了 所以这个做一点补充 对不起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里 因为讲到有的时候 我讲的东西是 也会在知识上 资讯上会有一些需要更新的部分 好 如果你有每天看 那恭喜你今天看到这一个 如果没有看错过了这一个的话 不要怪我 好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两张照片 非常差很多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要说两张照片差很多的话 要怎么说 你当然可以说 oh the two photos are very different yeah of course 可是你不一定要把different这个词 当成是你唯一的一个形容词而已 我们可以说它两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你说oh big difference big也不是不行啦 可是那我们来看下去好了 有一个这个词 不错 yes ok 所以这边你看到这边说 他说的是four years later 所以前面讲他总之加入了那个军队 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是苏联 苏联的英文就叫做soviet union 他有个union字在里面 union就有那个 就是联 工会也叫union by the way 所以union就是组织的一种 组织起来的一个单位就叫做union 所以苏联的那个联邦的概念 用的就是union soviet union 然后他加入了army join the army 四年后 the difference in his face is striking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 the difference is striking 所以用striking来修饰两个东西的不同 the difference is striking 所以你不用说oh big difference 你不用说very different 你可以说the difference is striking ok 前面还有一句我想带你看一下 抱歉 第一个 他这里说的他第一张照片 左边那一张 左边那张照片是看着你 右边那张照片是看穿你 所以这个描述我觉得蛮棒的 so this is the human face after four years of war the first picture looks at you the second one looks through you 蛮酷的这个描述 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他去打仗嘛 四年后差很多 一个很thin 以及很疲劳的 所以瘦了的 然后又很疲劳的一张脸 a thin and tired face deep wrinkles wrinkle这个字 皱纹 a troubled stare 所以他的那个凝视的部分 还感觉到 这个人好像心中有事情困扰着他 a troubled stare 所以这个人呢完全改变了 this man was completely changed after witnessing four years of no rule in the eastern front 所以看了 经过了四年的 一个没有规则的战争 在东边的这个战线上 所以那个前线战线 我们就叫它front 这个字 前线真的就是前面这个字的 front这个字来使用 so the eastern front the western front 什么什么front 好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他反正去打仗然后受伤了 受伤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好从这边看 1941年的时候 Kobitav was wounded in the leg 所以他腿受伤了 所以wound这个字 我们不是第一次讲 ok不是第一次讲 受伤了wounded 我们还讲过有wound这个字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那他的过去是变成了wound 那发音是不一样的 那wound这个字 又是另外一个字 现在是就是受伤 他的发音变成了wound ok 好这个我们就不重复说了 so he was wounded 有机会再可以补了 然后他变怎样呢 he became a prisoner of war 我自己以前在住国外的时候 有时候看一些报道 我看到了POW 所以标题里写出了POW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要是我去读他 我就这个字念做POW ok 那后来才知道 或者你去读内文你就知道 原来POW的意思叫做Prisoner of War 我们中文翻成战俘 战俘 俘虏的俘 我有时候那个中文的那个 因为我现在声音比较低沉一点点 现在嗓音比较低沉一点 所以有时候那个 呃呃呃呃不是很清楚 俘虏 俘虏 战俘 不是战俘 战俘 好 so he became a prisoner of war 好 ok 然后他就进了那个 德国的集中营 so he ended up in a German notorious concentration camp notorious这个字的确有 恶名昭彰的意思 他可以是好的 也可以是不好的 其实 那在这里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他进了这个 notorious 恶名昭彰 concentration camp 就是集中营 所以这里也认识一下下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多讲 呃 再两个字 另外两个字 我觉得很酷 那集中营里面就很臭 ok 很臭 所以这里我们看一下下 people stood pressed tightly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were gasping from the stench and the vapors and were drenched with sweat 好 所以他们塞在集中营里面 那gasp这个字 我们以前看过就是 吸气叫做gasp 对不起 我发出了一些像猪叫的声音 总之是gasp ok gasp 所以他们从什么东西gasp呢 所以从stinch 所以有两个字 这边有两个字 是有关气味 甚至就是气味的字 那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讲到气味 可能你比较熟悉的是 我稍微打几个出来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 你最熟悉的国中就学过了 大概就是smell 如果说很臭 我们可能说stink 可以是名词 可以是动词 something stinks 就是它很臭很烂 这样子 说一件事情很糟糕 something stinks 例如说你的笑话都很烂 your jokes your jokes stink stink当动词 stinky就是形容词 所以我们知道stinky tofu 就是我们台湾吃的臭豆腐 stinky tofu 那还讲到气味 有这么一个词 odor 像aroma这个词 多半就是香的 好的味道 所以像那个叫做方疗 方疗疗法 就叫做aromatherapy 所以这几个词 算是比较常看到的 跟气味有关的词 那比较少见到的 这边在讲的 就是我们刚刚这里说的 这些人被关在里面 they were gasping from the stench and the vapors 所以stinky这个字 就是臭味 ok stinky没有什么 没有好的意思 这个字就是臭的 就像stink是臭的 so stench也是臭的 stinch 是个名词 那还有一个词叫rancid 没有在这里面 我只是想把它一起做整理 rancid是个形容词 就是说什么一个东西 臭到收掉的感觉 ok 所以收收的味道 那因为它不是名词 所以它多半得搭配一个名词在它的后面 所以你可能说 rancid smell 这两个字走在一起 那就没问题 那就表示这个味道不好闻 ok 收收的臭味 rancid smell 好 所以这两个字看一下 所以他们就必须呼吸这些很臭的味道 gasping from the stench and the vapors and were drenched with sweat vapor就那个气体 所以这个字倒不是表达味道 from the stench and the vapors 那他们呢 而且还因为挤在一起流汗 那流汗汗都湿了这样子 所以这里多一个字叫做drenched 这个字倒还好 不过托弗亚斯有时候又出现这个字 要是一个东西整个湿掉 你可以用drenched 还有一个字也可以表达湿掉 是soak 大概都行 好 那没问题 我们再多看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边就是 总之他后来被放回来了 然后还 好像有被选上了一个什么政府里面的单位之类的 所以这是他后来比较后期的照片 这个人事实上在1977年就已经过世了就是了 ok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多了啦 说实在的 不过我们来多看一下最后这个补充的东西 the thousand years there 我以为这是另外一篇文章刚刚 我看了以后才知道 哦 他还是讲同一件事情 讲的就是他刚刚的那个 怎么他的眼神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叫做 我刚刚讲的 thousand year对不对 不是 thousand yard yard是那个 马 yard 你说yard不是那个 我们讲的你的前院就是yard 你的front yard 可以front lawn yard也有前院后院的意思 backyard right backyard 可是yard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 马 不是这个马 仗良东西的马 ok 一马两马三马 一马归一马的马 这样子 yard 所以一千马的stair 为什么要一千马 仿佛你在看的这个东西 离你有这么远 一千马 所以你就远远的望向这个东西 一千马外的东西 所以就空洞的看着远方的概念 我们来读一下 好这一段我们整个把它读完 chances are that 这chances are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高的机会 那后面的形容词是故意都会被省掉 chances are high that 接下去 chances are high that if you read about wars and the effect it has on soldiers 都现在是 那就read if you read about wars 要是你读了有关战争的东西 以及他对于阿兵哥身上有的影响 the effect it has you know the war has on soldiers you may have inadvertently seen the thousand yards there 你可能就有不小心看到了 这个牵马的这个凝视这样子 inadvertent的意思就是不小心 你很不经意的看到了 你读嘛 那看到了一些照片嘛 那看到这些视频的照片 你其实就看到了这个牵马的凝视 ok我一直讲牵马凝视 没有这个中文词 可是翻译起来真的是这样 所以什么是这个牵马凝视 thousand yards there是什么呢 the first sign of PTSD PTSD就是我们都很熟悉啦 那个什么创后症候群这些的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好 好 这里要打一下 或者我要copy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你应该要知道 PTSD应该都听过 他写出来是这样 Post就是什么东西的后 后的 那traumatic就是受伤的 先中词 所以创伤后 压力症候群 stress disorder disorder就是什么东西的一个 不对的状况 stress是压力 好 所以PTSD 所以这个thousand yards there就是 PTSD的第一个征兆 in many cases it is defined as 这边有个文法小撮 a vacant or untouched unfocused 对不起 gaze into the distance 所以是一个很vacant的意思就是空洞的 好 像 假设说这边有个建筑物 然后里面的这建筑物 假设是个商场 好 那这商场可能因为 我讲高雄好了 高雄火车站前面 或附近的 很多的商店都是空的 闲置下来的 因为可能没有人觉得在这里做生意会赚钱 所以就空在那边控制很久 空置闲置的就是vacant 所以像如果今天有个座位没有人坐 that's a vacant seat vacant seat 好 所以vacant没问题 那像如果说一个厕所 里面空着没有人用 那那个门上 就会有着 我特别要讲是像飞机上的 特别是 你知道飞机上那个Lavatory 它就不叫做Bathroom 或者Toilet Lavatory 那飞机上的Lavatory 你知道把门锁起来的时候 从外面来看会是那个红色的 那里面的人如果把锁打开来 要出来的时候就会变绿色的 所以里面没有人的时候 那那个门把上附近是绿色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英文字上面写着 要不就是vacant 要不就是occupy 所以有人就是occupy vacant就是没有 好那回来这里 所以这个thousand yard stare 它就被定义为 a vacant or unfocused gaze 所以你的视线是vacant 空的 而且没有聚焦的 unfocused stare into the distance 往这个距离的方向外看 seeing as a characteristic of a war wary or traumatized soldier 所以这个是牛津字典里的定义 所以这个thousand yard stare 还进了字典超屌的我觉得 超悲伤啦 不要想超屌的 ok 好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我们也算是补充了一些 蛮白痴的 这不是常识 但是一些冷知识吧 我想是 好很快看一下下的话 caption是图说 closed caption讲了我们就是那种 我们有时候看到字幕 其实你把理解成字幕 大概就没问题 说实在 那我有稍微厘清一下下 我上次说ciss gender 讲的没有非常的精准 如果你要讲到 你连你喜欢的对象都是异性恋 喜欢的是异性的话 你还强调一下 你是sishat 事实上我都还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够清楚 要是你喜欢的 是异性 可是你喜欢的那个异性 如果其实也是同性变成的 你还算它是异性吗 还是这个会不会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 一种方式再去描述它呢 或许我不要想下去 因为想下去脑袋都要爆炸 好我们讲说两件事情很不一样 我们用的形容词可能是striking so the difference is striking 刚刚看这两张照片 我们回来这里好了 把它放在我们的背景上 来强调一下 今天讲的是这么一个惊人的一个单元 ok so the difference is striking striking 好然后这两个字 我们就不太特别再说了 他因为战争中的时候打仗受伤 he was wounded 所以wound这个字受伤 可以用成被动的形容词wounded 他就变成了一个POW 还记得是什么吗 俘虏战俘 prisoner of war prisoner of war 我这应该改成战俘 比较清楚一点点 好战争的俘虏 prisoner of war 那进了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 那里面很臭 那臭呢我们刚刚讲了几个有关于气味的字 smell stink stinky odder aroma 可是比较少见的是stinch stinch stinch 然后酸酸臭臭的抚慰 rancid rancid ok 但是rancid不是名词 所以你需要rancid后面加一个名词 过 那然后又大家臭汗挤在一起 泡在汗里面drench 石头的drench soak也是石头的概念 然后yard 除了有庭院 backyard frontyard 也有另外一个字是 丈量的单位 马 所以 这些PTSD的这些阿兵哥们 你看右边这一张 我觉得就有点像 好像没什么focus 还是这张应该是超有focus 可是他这时候刚打完仗 整个还非常处于agitating的状态也不一定 这张或许就看起来比较像是这个 thousand yard stare 看起来似乎比较没有 he looks a lot milder 在这个时候 anyway回来这里 所以yard thousand yard stare 那字典里面的定义 空洞的 望向远方 look stare into the distance 望向远方 你如果说看过一些 战争的照片图片的话 你可能不小心都会看到这一个 thousand yard stare inadvertent 就是不经意不小心看到 vacant 刚刚看到了 gaze 他们的眼光 gaze ptsd 应该没问题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好 到这里OK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